嗨 大家 我是Elan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也是淘寶的戰利品分享 那還沒有看上一支影片呢 你可以先去看 然後再來看這一批 那之後可能還會有另外一批 就是最近買了很多淘寶這樣 那如果你對這支影片有興趣的話 那就繼續看我身上的這一件 那如果你有看上一支淘寶影片的話 會知道我有買一件 黃色的針織衫 然後跟這一件很像 他們就是都是有扭扣 然後可以當作小外套 然後也可以當作上衣這樣子兩穿 我最近非常喜歡這種衣服 然後但是這一件跟 黃色那一件是不太一樣的 差蠻多的就是給人感覺 都不一樣黃色那一件 它是針織的就是比較 觸比較洞比較大的 針織然後整件是比較寬鬆的 那我現在身上這一件呢 它是比較合身 然後它的 它雖然也是針織 但它的針織非常的密 然後有一點毛料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兩件比起來的材質 我比較喜歡這一件 但是兩種穿起來的感覺不一樣 所以就是因人而異看你喜歡哪一種 像黃色那個就比較 慵懶隨性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的話就比較合身 我覺得這一件比較適合當作上衣 來穿就比較不適合 拿來當作小外套 但我覺得這一種上衣 配上牛仔褲 我覺得會超好看的 就是它整個就是 會很修身的那種感覺 那我這次選的是一個紅色 我最近非常喜歡紅色這個 這個顏色 我覺得這一件的材質非常的好 就是它 以它這個價錢 我記得好像也是一百多塊吧 然後有這個材質 我真的有經驗到 那它賣場呢 還有黑色 如果你比較不想要選這麼亮的紅色的話 那我就可以 建議你買黑色 因為黑色就是百搭嘛 像我之後就也想要買黑色 因為我覺得 這個材質啊 我很喜歡 然後黑色就是很百搭的 然後一件才一百多塊 所以我覺得 非常的值得買 好那下一件呢 是一件雪紡的上衣 就是這個 這一件 螢幕有一點色差 它是一個那種 馬卡龍綠的那種顏色 螢幕上有一點色差太嚴重了 我覺得這個顏色你要到賣場看比較準 因為賣場的顏色跟實際是沒有色差的 那我覺得它這一件 我看上的就是它這個袖子 那它這個袖子超可愛 就是那種蓬蓬袖的感覺 然後會讓你看起來比較瘦這樣 然後它後面還有帽子 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也是扭扣的設計 就是整個都可以打開 然後算是前短後長 我覺得這一件啊 搭配就是那種閃裙 很好看 就是像那種點點的扇裙啊 或者是碎花裙 我覺得穿起來會非常的有氣質 那它整件就是非常的輕薄 如果是我 我的話 我裡面就可能搭配小可愛 就是有bra的那種小可愛 然後夏天這樣子穿 我覺得就非常的涼了 那 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這一件送來非常的皺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燙過 這是我有燙過的 所以看起來質感還比較好 如果它就是剛送來 它是整個超級重 會看起來就是很像炸乾 什麼很炸乾的東西 就是感覺不是很好 但是它燙過的質感是好的 然後材質也非常的舒服 然後它賣場還有白色 我那時候就是在想我要白色還是綠色 因為白色穿起來很鮮的那種感覺 但後來選這個綠色我就覺得顏色非常的特別 然後很適合在夏天的時候穿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綠色 好那下一件呢 是一件西裝外套 那我看我上一支淘寶影片的話也是 應該會知道我買了很多西裝外套 那這一次呢又有一件 就是這一件 它是白色的西裝外套 那它的材質很特別 它的材質是燈心絨 你看得到嗎 就是它這個材質的 但是它的這個燈心絨 不會讓整件看起來很厚重 然後它是比較薄的那種燈心絨 就是你穿 春天可以穿 夏天一定穿不住 就可能春秋的時候可以穿 然後裡面就是還有一層雪房 那它是有做墊肩的 當然它不會做到很墊肩 就是我沒有到很喜歡就是非常墊肩那種西裝外套 這件是我還可以的 然後它這邊有兩個口袋 然後這邊也是有一個假的 有看我上一支影片的那個西裝外套 很多都是這種設計的 然後它這邊就是兩個鈕扣 然後鈕扣也有花紋 就是還不錯喔 那我覺得白色在春天的時候很白搭 就是春夏的時候很白搭 但是夏天的話我可能就是穿不住這一件 因為這一件算是夏天穿應該會太熱了 但是夏這種天氣穿我覺得很好看 那我覺得這一件啊你就是配那種 比較春夏的顏色 或者是洋裝 我覺得搭這個都非常好看 就是讓人不會 讓人看起來不會這麼厚重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覺得春夏一定要有一件白色的外套 然後看起來比較舒服 然後比較涼爽的那種感覺 那下一件呢要來介紹的是一個套裝 那也是西裝外套 那就是這一件 它長這個樣子 上半身就是一個西裝外套 然後下半身呢就是一個 呃... 褲裙 它這樣看起來很像是裙子 但是它裡面是短褲 那等一下再說這一件短褲 那它的這一件西裝外套呢 它的紋呢是那種千鳥紋 就不是那種一般的格紋 然後整件呢是咖啡色的 我覺得咖啡色給人的感覺比較溫柔 不會像黑白這麼的正式 那這一件的話我就覺得很好看 然後它是四顆扭扣 然後裡面也是有內裡的 然後這一件有一個小缺點就是它沒有口袋 但是它旁邊就是有做開叉啊 它這裡開叉的設計 我覺得跟一般的西裝外套比較不一樣 然後它的長度呢 我覺得也算是夠長的 然後它的袖子這邊也是有扭扣 跟剛才那個白色的燈心絨那一件一樣 就是這邊都是有扭扣的設計 然後這一件也是有墊尖 但它墊尖的又比上一件西裝外套還要小 所以如果你比較不喜歡電鍵的朋友們 會比較適合選這一件 那它的褲裙呢 褲裙呢我覺得很好看 就是很簡約 就是沒有什麼過多的設計 這邊有一個像是假口袋那樣子 然後兩邊也都是有口袋的 像我就比較喜歡這種設計 因為我就不用再穿 就不用再穿安全褲你懂嗎 就是穿褲子這樣 然後行動又很方便 然後它的材質呢都是毛料的 這種夏天一定穿不住 穿不住 就是這種就是秋冬的材質 所以如果你有在找就是 隔紋就是 鮮鳥隔紋的這種套裝的話 這一套我還蠻喜歡 就可以推薦你們買 這個我覺得質感非常的不錯 那下一件是一件洋裝 那就是這一件 它是一件雪坊的黑色長洋 那它也可以整個扭扣 因為它這邊是有扭扣的 它的扭扣是長這個樣子 有看到嗎 這個樣子 整個都黑黑的有點靠不住 就是整個都是黑的 然後全部可以打開 你也可以變成一件外套這樣 然後它還有附一個綁帶 就讓你有收腰的效果 那我覺得它這一件穿起來非常的顯瘦 因為就整件都是黑的嘛 然後它的材質 是那種雪坊 很柔軟的雪坊 穿起來就是 垂綠感很棒 我很喜歡 然後我163公分 它這一件應該有快要到我腳踝了 就是它的長度還蠻長的 是我喜歡的那種長度 然後它就是沒有過多的設計 就是一件很 很基本的 算是襯衫洋裝吧 然後它這邊就是有領子 我覺得如果你有在找 就這麼基本款的洋裝的話 我覺得這件還蠻 蠻推薦的 因為我自己衣服這麼多 但是我就是沒有一件黑色洋裝欸 我覺得很誇張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件 來當我的黑色洋裝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 比較成熟 然後又有點神秘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搭這個 就穿這個然後配上那種紅唇 然後我就覺得看起來超有氣勢的 超有氣勢的 我覺得很好看 那下一件就是我剛才說的另外一個紅色的單品 那就是這一件 紅色的載裙 很意外吧 我自己 我自己從來沒有想過我會買 就是紅色的載裙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 是不是太成熟了 但後來我看就是賣場那個 模特兒穿 就搭配我覺得很好看 就是它 它是穿這個 然後上半身就是帶一個 白T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太寒了吧 我覺得好好看喔 然後它的材質就是雪仿的 然後裡面我看一下有沒有內裡 它是 它是沒有 沒有內裡的 它就是單單一件 但是它的這個雪仿不會說到很薄的那種雪仿 它是 算是有一點點厚度那樣子 不會走光的那樣子 然後後面呢 它是鬆緊的 旁邊還有拉鍊 那我記得這個是沒有分尺寸的 然後後面呢 還有一點小小的開叉 我覺得很可愛 就是穿起來有點性感的那種感覺 它是開在後面 不是開在旁邊 我覺得 後面這樣子看的時候 會覺得 多一份小巧思的感覺 好那衣服類呢 就這樣結束了 這次衣服類的沒有買很多 那我這次買了很多的耳環 因為我發現一間耳環店 我自己 就是算是飾品店 它不是只有賣耳環 他們家的飾品非常我的菜 而且價格也還蠻便宜的 所以我就是分享給你們 就我都會在下面資訊欄放上 那個我所買的賣家 然後你們就可以去看 那首先呢 就是我現在要帶的這一副 我覺得超好看的 就非常的宮廷風 我很喜歡宮廷風 然後也很喜歡那種很簡約的那種風格 那這個就是那種宮廷風的感覺 它有 它還蠻大的 但是它就是 蓋起來又不會到很誇張那樣子 然後整個做工我覺得都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好像就是 不到一百塊吧 我覺得就很好看 下一副呢 也算是非常的宮廷風的耳環 那就是這個 也是金色的 我最近還蠻喜歡金色的耳環 然後它上面還有就是 兩個珍珠 然後下面就是十字架 我非常非常喜歡十字架 你們看 我的項鍊是十字架 非常多人問我說我是不是基督角 我不是基督角 我只是非常喜歡十字架 所以我都會 買很多十字架的東西 那這個呢 就是 我覺得 算是跟一般的十字架 比較不一樣 它是比較 有特色的十字架 就是跟珍珠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這種的話就是 日常比較不能戴 但是如果你搭配像是 黑色洋裝 就是很素的那種 衣服的時候戴 我覺得會非常的亮眼 就是讓人 人家一看就知道 欸你今天耳環好像還不錯喔 是不是有精心挑過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它質感都非常的好 然後下一副呢 也是一個十字架 那就是這一個 也算是宮廷風的吧 我覺得 它這個就是跟 剛才那個又不太一樣的感覺 這個就比較素一點 然後搭配上一個環 這個穿起來超好看 這個我很喜歡 然後這個也是 金色的 這種的話我就 我就覺得可以算是日常都可以搭的 因為它這個圓環我覺得 嗯...不會到太浮寬 然後它的十字的設計也不會 像剛才那個還有珍珠啊什麼 設計比較複雜 這個就是比較簡單的 這我非常喜歡 好那下一個呢也算是宮廷風的吧 就是這一個 它也是圓環的 我很喜歡圓環的耳環 然後它這邊 也是有一個珍珠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小小的設計 整個質感我覺得很不錯 然後設計也非常的特別 就是我覺得 在路上比較不會看到的 然後戴起來的話 也是 非常有份量感的一個耳環 這個我覺得也是 可能要搭一下 就是稍微 不是這麼的日常 配戴的 但我覺得很好看 然後下一個呢 我覺得非常適合夏天戴 就是這個 就是那種壓克力的那種材質 然後我選的是白色 我覺得白色就是非常適合夏天 就是這個啊 搭配那種碎花洋裝 我覺得會超好看的 然後整個就是 比較透明 透明感比較 比較 比較重的那種 然後它整個質感 我覺得也做得非常的不錯 那下一個呢 我覺得是比較屬於個性的那種 它是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很可愛 它就是愛心的 然後又是一個圓環 跟剛才那個十字架還蠻像的 但是它這個戴起來的感覺 有比較個性的那種 那種感覺在 然後我覺得它設計也很可愛 非常有特色 然後它是銀色的 然後它的那個 愛心上面還有 柯子 整個質感我覺得 都做得非常的不錯 那接下來的幾個 我就覺得比較是日常可以戴 就是非常的百搭 比較簡約的那種風格 那首先第一個呢 是這個 它就是正方形的 然後中間就是有白色 金配白的這種配色 然後它賣場還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然後它戴起來就是 有一點像是圓環那樣子 但是它是 它是正方形的 所以更有特色 就不會像路上很多都是圓環啊 它這個就是正方形的 然後這個我就是覺得 可以上課上班在 我覺得都非常的OK 下一個呢 是這個 嗯 它的形狀我覺得還蠻 蠻特別的 嗯 它就是一個 不規則的 繞 繞來繞圈那種感覺 然後也是這種 就耳釘式的 就是沒有 沒有什麼東西在晃的 我最近還蠻喜歡就是 比較大的 耳釘式耳環 就是我前陣子是很喜歡 垂吊式的 但後來我就喜歡這種 因為我覺得這種就是 平常 嗯 穿什麼都 都可以搭 就不用特別的 要去想說 喔這個耳環要搭 怎樣的服裝 像我覺得這個就是 什麼都可以搭 我就覺得很好看 然後它下面還有一個就是 珠珠 我覺得 也很好看 那下一個呢 是這個 這個 也是非常的簡約款 但是我覺得也很好看 就也是那種比較大的耳釘式 然後它 是做金色的 整個質感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也是 也不會說到太重 但又不會讓人覺得很有廉價的感覺 搭配起來 應該也算是 很好搭的一副耳環 來到了最後一副耳環 就是這個 也是那種比較小 就是 耳釘的 然後 它這個是霧面的金色 這種看起來又更有質感 就是比起 那種 呃 亮面的金色 我覺得霧面金色看起來更有質感 那這個的話就是更低調一點 這種就是 嗯 隨便 每天都可以戴的那種 只是我不知道 這種這麼便宜的 它那個霧面的會不會掉色還是什麼的 我現在目前戴起來 戴到現在 我這個好像也戴蠻多次的 是還沒有那個掉漆的問題 所以 我想說 這個那麼便宜 掉漆應該是 不會心疼啦 反正之後 之後如果有 有要買的話 可以再賣 那以上就是 這一間的耳環 我買了 這麼多付 我真的超喜歡這一間的耳環 就是我覺得它的 嗯 價格不會太貴 但它的設計 又都是很好看 然後也是 最近蠻流行的 然後它還有一些 那個什麼 項鍊啊 戒指啊 手錶啊 什麼都有 那如果你有 你有興趣想要去逛視頻的話 我非常推薦 這一間店 真是我第一次買喔 然後第一次就還蠻滿意的 好啦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淘寶戰利品的分享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被燒到什麼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我都會把這些的連結 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你們要記得點開來看喔 那 嗯 這次我覺得也都沒有踩到雷 我自己 非常的喜歡 也非常的滿意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拜拜 拜拜